花蓮鐵道文化園區在5月初民間品牌進駐 重新開幕才兩個星期就因為防疫而休元快兩個月了 其中多羅蠻賞金為了不讓大家一望 攜手在地餐廳推出了花蓮當季餘貨為餡料製成的海味金蛋糕 7月起在一館門口旁開麥 要讓無法出海賞金的民眾也可以吃到海味十足的金蛋糕 鄰近東大門夜市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5月初才有9個民間藝文品牌 共主帖了新共鳴團隊進駐 開幕兩週就因三級防疫而休元快兩個月 為了讓民眾不因時間而遺忘鐵道園區 進駐業者多羅蠻賞金攜手龍哥斯特 以得來速的方式推出海味金蛋糕 希望在休元期間先主動出擊 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讓我們也沒辦法在這鐵道裡面 真正能夠發揮我們的實力 讓更多人認識花蓮很多美好的食物 那其實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團隊 不管是多羅蠻賞金龍哥斯特 以及花蓮日日或者是其他回蘭窩 這樣子一群友好的團隊 我們就一直在這段時間一直在思考 怎麼樣能夠讓更多的人認識花蓮這些地方 那因為剛好我們其中幾個成員 都是對海洋有非常非常多的熱情 所以我們這次的合作就是多羅蠻賞金跟龍哥斯特 一起來試試看如果我們對大海有這麼多的熱情 有沒有可能我們把海洋的元素加進去 改變原本我們當時設定好的金蛋糕 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如果把裡面的食材變成龍哥斯特主廚 喜聞這樣子一個專業的能力 他用當地的在地在即的一個食貨的漁貨 這個漁貨變成是餡料 有沒有可能變成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東西 就沒想到我們這樣子的概念才兩天我們兩個就一排集合 然後我們就在想看看大海有什麼魚 給我們什麼魚 我們就這樣做這樣子的餡料 然後昨天你可能吃的是鬼頭刀 今天你可能吃的是飛魚 每個的食材都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都可以保證它是最新鮮 最在地 而且也富有海洋文化精神的一個美食 讓人品嘗這樣 龍哥斯特進駐園區創立花特發食堂 這次推出選用花蓮當地漁貨 融入漁漏灶或魚乾為餡料 合作試賣 對於魚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處理方式都比較簡單一點 那是否就是可以用我的料理專業去把它做更多的加工 比如說變成魚乾 魚肉乾 像是那種蜜汁肉乾那種感覺 或者是魚鬆 或者是魚肉燥 那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方便能夠包在 精蛋糕裡面的一個餡料 然後去做個另外的一個發想跟嘗試這樣 是以健康為主要的方向 所以說它不是像外面的麵粉加了水 然後把它去膨發出來 以多羅曼跟龍哥斯特這次所謂推出的這樣子一個金蛋糕 是完全不加任何一滴水 它是用純米去粉去做出來的 所以它的口感其實就會像是我們吃飯糰那種概念一樣 它是非常非常大的飽足感 而且吃的比較不會給洽生這樣子 那它外表上因為它用的是米做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魚貨的餡料在流 所以說它會加了一些獨特的一些配方 那金蛋糕看起來外面會雖然有一些有黑 可是那就是相對於就是剛剛行文也有提到的是黑草的魚貨 那同時華蓮的金豚也是屬於黑金類的 所以這種金蛋糕的外裝跟外表上面跟其他的一般的蛋糕其實是有一些差異 賣相看起來好像有黑不是這麼的討喜 但是你相信我們就是你吃了一口之後就會一口接一口 會非常非常的喜歡 以友善海洋為設計理念的金蛋糕 集合起上午10點直下午6點在鐵道一管 時代運轉前大門旁每天供應 以不露員的方式交易取餐 到15日前提前一天來店預訂 還加送清涼飲品 更多詳情可搜尋臉書粉絲頁 增蛋糕花蓮美食旅遊諮詢站 這次蔣芳葉華蓮詩報導